特殊的商人 用事实说话 焦点访谈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蔡英文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 两岸关系形势复杂严峻 台湾民进党当局为了搞台独 破坏祖国统一 小动作不断 台独分子也在台湾民进党当局的指使下 开始活跃 这些人一方面加紧刺探祖国大陆的情报 另一方面想浑水摸鱼 给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制造杂音 比如香港修例风波发生之后 一些台独分子就开始蠢蠢欲动 2019年8月20日 一名男子正准备在深圳出境时 被国家安全机关带走 在他随身携带的手机TV和背包中 发现了大量涉及深圳湾武警集结的视频和照片 以及反中乱港的宣传海报 经讯问 该男子名叫李孟居 台湾人 据他本人交代 他是商人 来深圳谈生意 他除了是一个台湾商人之外 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台独组织 台湾联合国协金会的理事 所谓的台湾联合国协金会 是一个典型的台独组织 一直妄图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 这个组织每年都会定期组织号召 这个会员付联合国 世界卫生组织 以及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进行抗议 同时他们会拜访一些 国外的一些政要和议员 要求这些议员和政要 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 2001年 李莫居前往美国留学 在美期间经常出入纽约 一个叫台湾会馆的地方 这些会馆最开始是台独组织 在那边的一个组织和一个机构 李莫居前往这个纽约的台湾会馆 参加各种活动和聚会 认识了很多台湾绿营 以及台独的人员 他们对你关注过一些什么样的思想 就是台湾是一个 比较独立的个体这样子 对然后虽然以前是属于中国 在这些台独分子中 有一个突出的代表 名叫萧熙慧 人称台独魔术师 在美期间 李莫居与他交往密切 彼此勾结 就这样被拉到这个圈圈里面 回到台湾后 李莫居顺理成章地加入台独组织 台湾联合国协金会 在协金会 李莫居表现突出 短短几年间就从普通成员 升为李氏 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发生后 一些台独分子觉得 这是个乱港谋独的好机会 对于一些在仕途上 有诉求的台独分子 这更是不可多得的机遇 李莫居的好友 台湾联合国协金会 候补理事陈亚林 作为台湾正常的新星 就打算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7月底 陈亚林就找到李莫居 和他商量去香港 声援黑衣人 陈亚林还和李莫居说 我们不能光去 一定要带点东西 去支持他们一下 这是当时陈亚林 与李莫居的聊天记录 陈亚林提出 去香港反送中 李莫居回复 东京回来还有就去 李莫居还提出 也做反送中加油卡 给香港民众好了 陈亚林催促道 快做好 我去送 聊天中 他们也不忘强调自己在 支持黑衣人活动中 可以获取的政治资本 如果被遣返 直接选立委 之后 李莫居开始为要带去 香港的宣传品 积极奔走 这是一份费尽周折 精心设计的宣传单章 据李莫居介绍 这份单章的背景图片 用的是2019年6月12号 蔡英文在Facebook上面 所推文用的 自由的台湾 称香港的自由的背景图片 我们能够看到 这份背景图片上面 他把台湾跟香港 用黄色做了标注 与大陆做了区分 那么黄色 我们都知道 它是太阳花的颜色 它象征着 所谓的民主和自由 这个灰色的紫金花 它代表着香港 正处于一个灰暗的时期 在这个单章的右上角 我们能看到这个旗 这个旗 它所代表的含义是 台湾是香港的坚强后盾 台湾与香港同在 李孟居一边 为去香港积极做准备 同时 他也时刻关注着 香港黑衣人的活动 包括哪里发生过 哪些游园集会 哪里发生过哪些事情 所以李孟居就让 他曾经在香港的一个友人 去了解香港近期 有没有什么游行集会的活动 2019年8月 一切准备就绪 临行前 李孟居告诉陈雅玲 机票已经订好 可陈雅玲突然跟李孟居说 自己去不了了 他那时候跟我说 他没有请到假 我当初那时候没有想太多 后来我才觉得不太对劲 是他早就知道有危险 尽量把我送过来 骗过来这样子 这时的李孟居 刚刚在桃园参加完 支持香港黑衣人行动的集会 他决定独自完成香港的行程 2019年8月18日 李孟居乘飞机去了香港 酒店之后把附近的一个照片 传给了跟陈雅玲同在的一个屈人群 陈雅玲当时跟他调侃他 就说你要在那里挂台湾国旗 然后李孟居就说 我要发传单 宣传单 在酒店放下行李 李孟居就立刻拿着准备好的 宣传单出发了 香港的维多路亚公园 就有一场反中党的活动 他在现场看到有很多黑衣人 在三三两两的集会 还有的黑衣人站在高处 进行一个演讲 为了拉近他和这些香港黑衣人的距离 他还特意地学了一句粤语 在发传单的时候 跟他们鼓打气叫加油 意思就是加油 做你们正在做的事 等到这个集会慢慢散去的时候 李孟居就拿出现场准备的海报 跟现场的一个所谓自由女神像 进行的合影拍照 并请现场集会的黑衣人 拿着他制作的宣传单张 进行的拍照 可以拿海报这样拍张照这样子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 好像台湾政府在支持这件事情吧 在活动现场 李孟居就迫不及待地 把这些图片发回台湾 这时群里有人说香港加油 并提醒他从香港回台湾 会不定期抽查政治内容 和手机脸书留言 叮嘱他务必先删除脸书再离港 李孟居回复道 目前都还安全 有多代备用手机 他还想着 让黑衣人在宣传单上签名 返回台湾 接受台湾高官接见的时候 可以作为政治献礼 献给台湾官员 对你自己有什么好处 觉得有点社会地位 就除了我自己做生意之外 又有点 人脉社会地位 这种感觉 其实不论是李孟居也好 陈亚玲也好 他们参与香港的这些活动 并不是说真正的关心 香港民众的安全 以及香港的自由啊民主 他们实际上都是想通过 参与香港这些事物 能够在台湾获得一些关注度 知名度 赚取自己的政治资本 由此看来 支持香港黑衣人 所谓的民主和自由 在李孟居这样的台独分子眼里 不过是比划算的买卖 李孟居觉得 这样炫耀自己在现场的感觉不错 来之前 他看媒体报道说 有解放军在深圳集结 当时还特意向深圳的生意伙伴 打听过这件事 就是我们谈生意谈到一半 我顺便也问他 就是好像有视频 网络上有视频啊 就是好像有一些车辆什么的 他都跟我说 有武警 深圳有武警 没有解放军 想到这 李孟居立刻预定了第二天 到深圳的行程 想一探究竟 李孟居去深圳动机 就是想实地地去了解 何时印证深圳文安体育馆 是否有武警集结 想刺探武警集结的动向 2019年8月19号 李孟居进入深圳之后 他就进入了 他事先议定好的 深圳湾附近的某一个酒店 办理路住 大概晚上10点多的时候 就打了一个出租车 去到深圳湾体育场附近 当时天色已晚 李孟居没有看到武警集结 他四处打探 在一栋高楼顶层的酒店里 李孟居沿着玻璃木墙走来走去 最终确定了观察的最佳位置 第二天早上 一起床 李孟居就迫不及待了 打车又来到这个酒店 直接到了 他昨天事先查探好的那个位置 坐下 一坐下 往窗边一望 有军车 然后有人员的训练 然后李孟居就赶紧拿出来 随身携带的DV和手机进行拍摄 李孟居觉得远景拍摄还不够 他随后下楼到深圳湾体育场一楼 在警戒线附近打开了手机 这时候我突然听到黑一声 然后我就赶快退后离开这样子 在李孟居慌忙拍摄的视频中 出现了禁止拍摄的警示标志 在被武警喝斥后 李孟居并没有离开 而是去到体育馆二楼 把手机放在腰部的位置 继续偷拍 把这些拍摄到的内容 发到台湾的群里 李孟居就匆忙赶往码头准备离境 结果被国家安全机关 依法抓捕归案 经鉴定 李孟居拍摄的16段视频 和48张照片属于秘密集资料 根据部队的反馈的鉴定结果 他们认为 这样的李孟居所拍摄的照片和视频 经过专业的间谍 情报机关测算分析 是可以分析出我们整个部位的一个人员数量 主战装备的情况 以及作战的意图和规模 所以说他的所拍摄的一些内容 已经危害到了我国的国家安全 李孟居为境外刺探 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行为 严重危害了国家安全 经受到法律的严惩 对 就是很抱歉 过去做了很多不好的措施 那也对祖国 对国家或许有一些伤害 那我觉得暴力是绝对不对 任何的民主国家都是错误的 绝大的错误 必须要帮那些 把那些暴力的绳制以法这样子 应该说李孟居这个案件 他这个行为是台湾台独势力 干预香港事务的一个 非常典型的一个行为 那么据我们侦察工作掌握 此类的行为除了李孟居 还有很多 就是他们包括网络上的 网络上的舆论的支持 也包括到现场的 与支援这种方式 一段时期以来 台独势力支持勾结港独分子 煽动甚至参与破坏 香港繁荣稳定和分裂国家的活动 今年6月 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以后 香港治安和社会环境 得到了极大改善 台湾当局仍不死心 还成立了专门的部门 为逃往台湾的 香港的反中乱港分子 提供便利 台独势力所谓的民主自由是假 乱港谋独是真 如果台独势力继续实施此类的行为 将违反香港国安法的规定 可被判处三年至无期徒刑的处罚 像李孟居这样私底下勾结港独分子 还跑到香港去支持港独的台独分子 不在少数 近一个时期以来 台湾民进党当局 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单方面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 歪曲攻击一国两制 谋独挑衅 动作不断 不管台独分子用什么样的伎俩 支持乱港分子 采用什么样的非法手段 获取祖国大陆的情报 都不会得逞 台独是历史逆流 任何危害国家统一 和损害国家安全利益的行为 最终都将玩火自焚 感谢收看今天的《绝联访谈》 再见